中國傳統武術博大精深 吸引不少國外朋友想要一探究竟 不過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中共把傳統武術列為黑武類打壓武術家 唐人權專家施政中更進一步指出 現在中共還藉由武術一詞 重新編了一套武術賺錢 今天新唐人權全世界華人武術大賽系列報導 就帶您看到唐人權專家施政中眼中的傳統武術 伸手腳踐 動作俐落 他是傳統武術北派螳螂拳師傅施政中 大家都叫他螳螂拳專家 今年65歲的施政中 曾拜張祥神 魏孝堂等30多位武術名家為師 舉凡梅花 七星 六合等螳螂們全類 施政中會的套路就將近單百種 很有福氣 我在台灣 受前輩 老一輩從大陸來的老師傅 隨親隨愛 所以他們把好的技術都交給我 50多年來 施政中在台灣練就一身好功夫 獲得五次國家最高榮譽全國最高體育獎章 也兼負國家教練的責任 曾經帶領中華台北武術代表隊 參加日本廣島 韓國釜山等亞運 其中1990年的北京亞運的經驗 讓施政中看見了中國傳統武術的變異根源 當今的武術變化是受中共影響 30多年前把中國的傳統武術 列為黑武類 打壓 不准他們練 所以變成斷層 在90年北京亞運以後 他們看中國武術可以拿出來賺錢 所以看在賺錢的混帳 他們又在提倡 不過他們提倡不是古老的 因為斷掉了 施政中說 中共甚至還召集北京 上海 瀋陽 武漢等體育學院 重新編整傳統武術 對此施政中批評 中共編出來的東西完全體育化 舞蹈化 只能稱作中國式的武術芭蕾 談不上什麼傳統 千招易得 一翹籃球 武藝雖精 翹不爭 白會心機 亡腦神 他們做這些表皮的功夫 因為我帶隊去北京比賽 我了解 包括少林寺已經說是 北京體育學院去教了 已經滿壇跑了 會來會去的 翻梗鋪鐵的 不是落實古代少林寺 傳出來的少林前華 學生店舖 巴西 美國 法國等多個國家 施政中的教學 從台灣輻射到全世界 尋找傳承共鳴 維護傳統不以一律的新唐人電視台 這個團隊 可以說我也感到很高興 很支持 我要祝福新唐人全世界華人武士大賽 第一世界的武士大賽 能夠圓滿成功 越來越多人參與 越來越發光發熱 一朝一室 都體現市政中習武的努力與堅持 也繼續在台灣 綻放傳統武術精神 新唐人亞太電視史金旺 台灣台南報導